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我们在前面三个部分介绍了三个常见的机器手臂的例子 第一个是卡式机器手臂 第二个是旋转的一个平面两关节的机器手臂 第三个是五连杆的机器手臂 我们介绍了怎么推导它的动力方程式 这些动力方程式推导出来之后 当我们要控制的时候 我们必须知道它的一些特性 才方便于我们控制 所以第四个部分我们来介绍 这动力方程式它的一些特性 第一个特性我们称它叫做反对称特性 举一个N连杆的机器手臂 这个动力方程式如下 那在这个方程式里面 它的矩阵D-dot减掉2C 所产生的这个N矩阵呢 它会有个特性 就是它会是反对称矩阵 那什么叫反对称矩阵呢 就是它们的对角元素呢 就是对称的部分会插一个呼号 那这个怎么证明呢 我们可以把前面推导出来的式子 带进来 加以证明 首先我们带进D-KJ-dot 会等于这一个Summation的式子 那我们把它带到N-KJ 等于D-KJ-dot减掉2C-KJ 那这个C-KJ呢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克势力的像 那我们把它的式子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我们把它整理 把QI-dot提出去 那在这边你会发现 它有两个像是一样 可以互相消掉 那消掉之后就剩下下面这两个像 那由前面惯性矩阵知道 它是对称矩阵 所以DIJ会等于DJI 所以呢 由这个去证明 我们可以把它带进来 NIJ呢 就会等于Q的NJI 所以可以证明出来 这个N矩阵 它是反对称矩阵 这个性质呢 非常重要 我们下面接着看下去 性质二呢 是叫做被动系统的一个性质 这个是跟我们前面性质一 相关的一个特性 那这个特性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手臂它的能量 耗散呢 会有一个下界 那什么是手臂的能量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说明 就是Q.对TAU的一个内积 然后再把它积分起来 那这个所算出来的值呢 就是我们输入到手臂 它的一个能量 那这一个积分式呢 它会有个下界 就是它会大于等于-β 在有限时间T带领的时候 那其中这个Q.对TAU的内积 它的单位就是功率 所以积分起来就是 我们对这个手臂所做的功 那这一个式子呢 我们等一下可以利用 反对称的性质 证明出来 它会有一个下界 那怎么证明呢 我们首先定义 H为整个系统的总能量 那由前面可以知道 总能量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动能 第二个部分是位能 所以H会等于 2分之1Q.的转质 乘上D再乘以Q. 然后再加上它的位能P 那我们把上面这个式子 对时间加以为分 那可以得到下面的这一个式子 那在这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前面第一个这个D呢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动态方程式带进来 因为我们知道 DQ.加上CQ.加上G.会等于T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DQ.会等于T 所以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呢 将这个式子加以整理 那会发现 它的G.会等于最后面那一项 就是P.就是P.P.P.Q. 所以两项相消 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那有了这个式子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2分之1Q. 就是P.对D的一个内积 把它整理到里面去 整理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它H.会等于 Q.对T的内积 加上2分之1Q.的转质 乘上DQ.减掉C 然后再乘以Q. 那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特性 就是 反对称矩阵 它的2次4呢 会等于0 那我们由前面可以知道 这DQ.减掉C呢 我们前面证出来 它是一个反对称矩阵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的2次4 会等于0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H.对时间 0到T积分 那它只剩下前面这一项 那积分完之后 它会等于HT-H0 那H0是能量的起始值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个值呢 很会大于等于H0 因为我们的能量 HT呢 会大于0 所以由这边 我们可以证明出来 我们的机器 手臂系统 它是一个被动系统 它是一个被动系统 但是呢 它那能量会有一个下界 那这个下界 那这个下界我们可以把它定义 就是H0定乘β 就是它会大于等于-β 它 那接着我们看下面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的惯性矩阵 它会镇定且对称 那如果它的特征值 为Land1到LandN 那假设 我们把特征值加以排序 LandN是最大的特征值 Land1是最小的特征值 则这个D矩阵呢 它会满足下面这一个特性 就是D矩阵呢 它会大于等于最小的特征值 乘上单位矩阵 然后会小于等于最大的特征值 乘以单位矩阵 那这个代表说 我们可以由这一个式子 来知道我们的这个惯性张量 它的一个换围 这对手臂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性质 最后一个性质就是 我们手臂的运动方程式呢 它可以用一个线性方程式来表示 如下 左边是我们的手臂运动方程式 那右边呢 y乘以θ是一个线性方程式 那其中这个y呢 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回归分析里面的因变量 θ是我们的参数向量 那这个θ代表的是回归分析的自变数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实验 来求出我们这个式子里面的θ 那为什么要求这个θ呢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考虑我们前面这个平面双感机械臂 那它的惯性矩阵如下 那在这个惯性矩阵里面 你会发现 有几个东西我们要以之 才有办法来推导它的动态方程式 就是它直心的一个位置 LC1跟LC2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转动惯量 I1跟I2 然后还有它的质量M1跟M2 我们必须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值 那才能写出这个惯性矩阵 那通常真实的手臂呢 这些值是很难精确的去取得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透过实验 来找出一个近似的量 来取代我们这个式子里面的这些变数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上面 惯性矩阵里面的元素呢 用下面这三个字变数来加以表示 分别是C1 C2 跟C3 那可以看到这三个变数 跟上面这个D1 D1 D1 D2 D2 相关 这里面都是存量的一个变数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D1 D1 D1 D2 D2 用C1 C2 C3 C3 来加以表示 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实验 把C1 C2 C2 C3 找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D1 D1 D1 D2 D2 那在这边呢 那要应用这个方法 我们还必须再多假设两个字变数 它跟胃能矩阵有关 分别是C4 跟C5 那因此呢 我们胃能 G1 跟G2 可以用C4 跟C5 来表示 那最后 我们这个动态方程式 可以把它转化成下面这个式子 那在这个式子里面 C1 C2 C3 C4 C5 这是我们的字变数 那我们要透过实验 来求出这五个变数 那Y呢 可以由前面这个动态方程式 来把它推出来 就是下面这个式子 那有了这个式子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 适应控制的方法 来找出 C1 C2 C3 C4 那找出这四个 这五个变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找出 我们的D矩阵 跟G矩阵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跟同学介绍完 这个动态方程式 它的几个主要特性 那在下一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就要介绍 如何利用这个动态方程式 来求这个机器手臂 它的控制器 并且呢 利用这个控制器呢 来应用到 机器手臂的模拟上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